《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今天我們兩位教授 或是兩位教授蕭玉東教授和草教授 會介紹他們最新填法的叫做化學太陽能電池 他們這種新填法幾隻電池 在大中華區的效能是最高的 而且比起傳統的太陽能電池的成本亦都低很多 以及應用化為廣泛的 我們稍後蕭教授和蕭教授就會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然後大家就可以問問題 最後我們就會坐車去做炭能電池的實驗室去參觀 我現在把時間交給蕭教授 謝謝 謝謝各位傳媒朋友今天來到我們物理系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我們最近在 同音加西太陽能薄膜電池上的最新發展 太陽能電池的話其實它的最主要的用處就是發電 我們知道現在發電的話用火力發電或者水力發電或者是核電廠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發電手段 但是這些我們等一下會講他們有不同的劣勢 有不同的問題 在香港的話我們每年要發410億度電 要用410億度電 然後我們主要發的電是靠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主要燒煤或者燒氣 然後我們當然也知道大雅灣給我們香港供電 所以大雅灣供的電大概是整個的五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也是我們香港現在依賴的主要電力的來源 那麼火力發電造成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看到這麼一個景色 知道它對環境造成很大的無論 因為烏煙灰溫 那麼它也可能造成對方縮雨 也會造成我們全球的Global warming 如果大家記得就是在一兩年前 墨西哥灣和石油的那個大災難的話 大家可能看過了這種不同的圖像 因為石油的景破壞了 所以好多石油都填到墨西哥灣 把整個的墨西哥灣的環境給破壞了 那麼水力發電其實也有問題 水力發電可以改變整個的生態環境 比如說水力發電的上游的話 它就會把森林等等都淹沒掉 所以造成了上游的問題 當然上游的話因為水 你淹了好多土地 所以也流出了好多土地 那麼在上游這邊的話 還有如果有人住我們需要移民 像全球比如在08年的時候 大概移到4000萬到800萬人頭 因為我們要做雪霸 然後利用水力發電 所以傳統的發電模式 包括剛才說的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等等的話 它利用的是化石能源 這化石能源的話 不僅僅在使用的過程裡頭 會產生環境的污能 破壞我們的整個地球 它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化石能源是幾億 甚至幾十億年以前 因為地球的變化 地球的變化產生的 我們用了 現在用了 每用一點它就少一點 事實上我們知道 比方煤 石油 天然性 能給我們用現在的 Rate來用的年數 大概就是這麼多 都是有限的 所以在做的可能會感覺到 很快能感覺到 我們老一點 可能感覺的會少一點 但是因為化石能源的有限性 它最終會影響到 我們子孫後代 怎麼樣獲取能源的能力 在中國 我們的化石能源的尤其少 我們中國是人口眾多的一個國家 我們佔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我們在能源方面 佔全世界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煤我們佔了百分之十二點六 那還算是非常多的 那麼石油只有二點二 天然氣不到百分之一 這都是中國經濟發展 會遇到的一個瓶頸 我們現在去年能源的年耗量 是全球第一了 那麼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 我們也知道 在中國的二氧化碳的移民型 跟二氧化硫的移民型 在全世界早已經是第一 所以我們的環境確實不是很好 尤其如果大家的諸位朋友 有回國內去訪問也好 去參觀也好 大家感覺到國內的整個環境的話 不如我們在香港乾淨 那麼什麼是我們的出路 尤其幾十年後 我們的子孫後代 還要生活在這個地球上 還要繼續不斷地使用能源 還要有電照明 還要有電去替我們做其他生產 那麼最大的出路 就是利用我們長的可再生能源 尤其是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 這是一些太陽能發電的電子 是傳統的 太陽能發電電子 主要是急於危機的 那麼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真的是綠色能源 放在外面的話 它是不需要有機械轉動的機制 它就在那邊靜悄悄地在發電 不需要發電機 那麼它在發電的過程裡頭 它是沒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對整個的環境是非常友好的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如果我們利用這個太陽能發電的話 我們就永遠不用操心 太陽能會被用完 不像化石能源那樣 它們會被用完的 但太陽能的話 只要太陽在 它就有太陽能 而如果太陽不在了 我想諸位也就不可能生火下去了 我們地球也就毀滅了 那就不用操心這件事了 在全世界講來的話 比方我們現在還在2011年在這地方 我們主要利用的能源 還是剛才講的化石能源 以及水電或者核電等等 這個黃色的部分是科學家預期 在今後的幾十年裡頭 太陽能發電占整個能源裡頭的比例 比方到2050年40年後 它占的比例大概能到20%左右 那麼到2100年的時候 它大概會占到比一半還多 因為我們地球上的其他化石能源 是逐漸地消耗掉的 那麼我們不得不要依靠太陽能發電 那太陽能發電有這麼多好處 對又能夠解決我們的能源危機 又能夠解決我們的環境危機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用呢 最關鍵的問題是太陽能發電 在我們今天的技術裡頭 它成本還是比較高的 跟傳統的我們用煤發電 用氣發電相比 可能是它的三倍到五倍的成本 所以你要讓我們市民去承受這個成本 大家可能就選擇不去做 那麼當然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 它有一些方向性的計劃 它用傳統的能源賺來的錢 去補貼太陽能的發展 去補貼太陽能的使用 在中國也開始使用 那麼底下我講 就是講講我們在香港的情緒 如果我們能把香港的所有的樓頂 給鋪滿太陽能電池 那麼我們能發多少電呢 我們每年大概能發這麼多電 按照我們現在用電的總量來講 它能夠解決我們香港總體的45%消耗 所以是一個非常可觀的量 那麼這件事的話也不是說沒人在做 比方那個在南投島 我那是中電還是港電 我就不知道 他們也在開始做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他們儘管還在用火力發電 但是在某個屋頂上 他們就已經鋪了一些太陽能的 所謂叫光伏電子板 大概鋪了8600平方米左右 它一個月能生產這麼多電 那麼它算了一下它的效益 對環境的保護 對環境的保護相當於一年 可以中2萬這樣下去 所以這太陽能發電 有它非常大的優勢 然後在香港 我們也是逐步的開始在實現 但是這點電的話 相對我們總體的來講 還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 太陽能發電其實用的是一個 所謂叫半導體的技術 半導體裡頭用的是一個叫做 PN結技術 所以當有太陽光照到這個材料上之後 它裡面的電荷就會定向運動 會分離 正電荷往一邊 正電荷往這邊運動 負電荷往這邊運動 那麼電荷分離了之後 大家都有用過電磁 電磁的話 一邊是取為正電 一邊叫負電磁 那麼這個就相當一個電磁了 在陽光的造勢而下 它相當一個電磁 那麼通過一些機制的話 我們就把它發的電可以放到我們的電網上去 共各家各戶 太陽能電磁現在這市場上 大家如果能見到的能最多的是 它的主謂叫第一代太陽電磁 它是基於單晶規和多晶規的 這一代電磁的話 它的技術成熟程度是最高的 但它的最大的問題是成本比較高 所以我們才有第二代太陽能電磁 剛才已經有記者朋友在問我 第二代我說是薄膜太陽能電磁 因為通常大眾可能有個誤解 認為我們的塑料薄膜也可以用 那不也是薄膜嗎 但薄膜其實有千千萬萬種 是看你用什麼材料來做 那麼只有三種薄膜現在在市場上是可以發電的 做太陽能電磁發電的 第一種叫非晶規 第二種是我們在做的 叫同音加錫 第三種是叫地化鐵 這三種薄膜太陽能電磁的話 它都享有一個共有的性質 它們用的材料少 所以它的成本可以降低 那麼只要成本降低了 大眾能夠接受它的程度就會提高 因為我剛才講了太陽能電磁現在最大的瓶頸就是成本問題 底下我簡單講一下太陽能電磁的發展歷史 包括我們在中文大學做的歷史 太陽能電磁這種效應發現的比較早 大概將近兩個世紀以前就知道 但是科學家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才做出了比較高轉換效率的太陽能電磁 我覺得轉換效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太陽能比方有一瓦的太陽能打到這個板上 它能產生多少電能 就是這地方只有6%的一瓦變成了電能 那麼在1963年的時候 它就已經做成了商業化的一個產品 主要是用龜做的 那麼到1985年到1999年的話 它已經技術發展到它的頂峰 好多東西都是非常成熟的 這個同音加息太陽能電磁的話 第一次被科學家發現 它有所謂叫光伏效應的話 是1974年 1974年它是用的一個單晶 那時候效率相當好 但是所謂單晶的話它成本又高 所以我們要把單晶變成薄膜 薄膜的話在83年的時候 科學家已經把它做到大於10%的轉換效率 在1998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小型的商業化開始做 那麼真正做的比較大的 是在過去一兩年裡頭 在美國在德國甚至在日本 已經在開始有工廠做了 在中國我們還是剛剛起步 那麼我們中文大學的這項目的話 是在09年開始做的 所以我們花了短短的大概不到兩年的時間 我們達到的效率是17.03% 跟世界的最好效率比還有一點點差距 但是這個效率在大中華區域已經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用的時間比較短 做的速度比較快 這是我要介紹一下 這同音加息太陽能電池 為什麼它有優勢 它有哪些方面的優勢 跟剛才講的 我講有三種薄膜太陽能電池 但這種太陽能電池的話 它的轉換效率是這三種裡面最高的 它高到什麼程度 能到20.3% 其他的兩種 一種最高的是16.5%還是多少 另外一種是12.3樣子 就是它要比另外的甚至高出一倍了 這是它的優勢之一 那麼第二就是 如果你用同樣的太陽能電池 比方你從廠家那地方買的是100瓦的一個太陽能電池片 同樣放在屋頂上看它發電 因為發電的話 我們有太陽很大的時候 也有陰天的時候 也有雨天的時候 所以整個全年下來 條件是不一樣 而不同的條件的話 它造成不同的電池發的電量就不一樣 儘管他們說發電能力是一樣 同音加息太陽能電池就是因為它在高溫下 它也能發電 它在比較弱光下 它也能發電 所以在這兩個地方 科學家做了實驗 同音加息是在這個地方 同音加息它的表現是 這四種電池裡頭它是最好的 它能發的電是最多的 另外第三個好處就是 我們都在問 在生產這個電池的過程裡頭 我們還得用其他的電來生產 我們需要消耗多少電 或者我們用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把這個電池片生產好了 放到屋頂上 然後讓它發電 還要發多久的時間 才能把它製造過程裡頭 所消耗的電 發貨上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領域裡頭叫做 Energy Payback Time 所以同音加息它可以是對的 不到一年時間內 就可以把它在整個生產過程裡頭 給消耗的電給發貨 它的效益是多少呢 現在至少是二十年以上 所以它至少可以發十九年的電 是乾淨的電 那一年第一年它要償還 它原來用的 所以它因為這樣 它在carbon emission方面 在生產過程裡頭 它還是有一點 以窺為冷的carbon emission 所以它有一點點 但是相對 比方用煤 用石油 用天然氣 它是小得多 相對用其他的 比如說 晶體硅 它也還是晶體硅的 carbon emission的一半左右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優勢 最重要的優勢 我剛才也提到 是它的成本優勢 這地方是一個成本 在不同年裡頭 過去統計的 以及我們現在 對將來的一個projection的時間 成本 紅色的是多金硅的太陽能電池的成本 藍色的是同音加息的太陽能電池成本 你看到在任何時候 我們現在的成本 是練習的一半左右 所以它有潛力 讓大眾更容易接受 可以用到各家各部 我們在太陽能電池 這個同音加息太陽能電池是薄膜 它其實在生產的過程裡頭 有好多層不同的薄膜 我們要用 也有各種不同的技術 我們在用 也有不同的物理 我們在需要研究 所以我們才進入這個領域 好好的做這件事情 那麼我們過去採取的主要的步驟 就是這樣的一個步驟 我們用的是這樣兩種技術 來做同音加息太陽能電池 這兩種技術相對的來講 是最成熟的在這個域裡頭 那麼我們第二個關鍵的東西 是說把生產同音加息太陽能電池的設備 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大陸製造出來 在中國大陸製造出來 我可以把這個設備的成本降一半 甚至降到三分之一 所以我又可以進一步的 把整個成本降下來 這個設備是大家等一下能看到的 是在中文大學 我們有國內的生產商 我們自己的設計幫助生產的一套設備 我們就是在這個設備上做出 我今天向大家匯報的成績 這套設備的話 是我在深圳也有一個實驗室 也是國內的任何一個生產商 幫我們生產的 也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所以樣子看起來很不一樣 但是目的都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 這個是我們走過的過去的一個歷史 就是從09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做出來太陽能電池 但是那時候效率很低 到最近四月底左右的話 我們達到的效率是在這個時期 跟世界的很接近 是在大中華區是很高的 所以這地方再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所謂的太陽能電池 電池通常我們車的效率 是一個小片的太陽能電池 那麼底下你還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叫做太陽能組件 組件的話 我這地方有一個簡單的組件 這地方有一個風扇 你把它丟到太陽光底下 風扇就能轉就再發電 等下大家到我的實驗室 門口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這種demo 那麼這個是他們的照片 就是這個還是主件 這是太陽能電池 我們將來的目標是做什麼 我們現在做的最大的 因為我們設備的限制是10厘米乘10厘米大 我們將來下一步目標是要做到40厘米乘60厘米大 10厘米乘10厘米大是沒有商業的效益的 40厘米乘60厘米大就開始可以賣錢 如果成立一家公司它就能夠經營下去 如果我們再做到60厘米乘120厘米 是這個的三倍大的時候 那麼我們公司的盈利效率的效益就會更好 那麼通常這個做的過程是比較複雜的過程 我想我也不需要給各位朋友講這個過程 那麼我們要的廠房要多大 要100米乘以100米的一個廠房 這裡頭擺滿了這種設備 然後身材我剛才講的1米2乘以60厘米大小的這個電子片 我們事實上的話現在在做這一步 在深圳做 那麼這一步大概要花一年左右的時間 走完了這一步 下一年我們就會走這一步 那麼這地方其實也是講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是 現在已經完成的是最基本的一步 然後底下我們要開始往大的做 然後希望我們的產品可以應用到不同的地方去發電 我在接觸之前我再次講一下 這個同音加息太陽能電子的使用應用範圍 主要它就是發電 發電的話它可以鋪在不同的土地上來做 只要能接受到陽光它就能夠產生電力 就放在我們屋頂上也是一樣的 那麼這也是其他的一些照片 在不同的地方你擺著它 它都可以發電 同音加息太陽能電子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它是薄膜 我不僅可以把它度在玻璃上 我還可以把它度在一般的其他基底上 比方度在一個很薄的塑料薄膜上 或者度在一個很薄的金屬薄膜上 我都可以做 做完了它們的話它就可以是柔性的 就是flexible 你可以把它卷起來 你甚至可以把它遮起來 因為你不是背著一個厚厚的玻璃走 它就很輕便 不僅能卷起來遮起來還很輕便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背包上放一個小小的發電機 就是這樣一個很輕便的發電機 如果朋友們你們帶著手機 手機沒電了 可以在背包上一擦 它就給你充電了 不需要到哪地方找個擦頭 找有電源的地方 所以這方面的應用是非常廣泛的 我們在城裡不感覺到 但如果你在野外的話 哪裡有電源 是基本的電源 所以你帶著這樣方便的輕便的太陽能電子的話 你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我就以這個結束 謝謝各位 我剛才那個PPJ 實際上是告訴大家便宜一半 就是我們這些比方用美金來計算的話 最終我們可能能做到五毛美金 就是半個美金的承擔 它那些大概是一個美金 或者稍微一點的承擔 便宜一半 如果在中國做 我們希望把那個再剪 比方百分之二十 或者多少 我們想問一下 太陽能發電 對比煤炭 可能是三至五倍成本 可能是三至五倍成本 如果用了這個新研發的 那大概對比煤炭 其實是那個成本的相差多少 我想現在就是一倍半到兩倍左右 還是比那個要高 所以我們還得在技術上進一步發展 比方說我把設備的成本進一步降低 把我們效率進一步提高 這樣就可以很快能跟煤炭發電相比 大概在美國的目標就是2015年 就要實現這個目標 就是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給煤等等 大概就是現在在2015年的時候 美國發電的太陽能電池發電的成本 能夠實現跟傳統的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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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成本相當 那位教授 您說可以安裝在天台上 但是下雨的電池有沒有影響呢 還有增加保養呢 下雨的時候 它發的電會會少 因為你光線比較弱 但是事實上並不需要什麼保養 等一下我們下去我實驗室的時候 我們中南大學是一個叫做綠色校園 也裝了一些傳統的太陽 就第一代的太陽能電池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整天在那裡 它的最大擔憂就是如果有灰塵落在上頭太厚了 那麼光就照不下去它就發不好電 所以它的保養就是要把表面上的那層灰塵 要正式地去清除掉 老師 您說CIGS的原料其實多不多 因為很難去問水 CIGS的原料就是大多數原料不是問題 CIGS的I原料是在全球裡頭是有一點挑戰性 這個挑戰性是因為這個I叫鷹 鷹的話我們現在用的主要就是平板顯示方面用 所以太陽能電池方面用的還不廣泛 還沒有大量的在使用 所以現在碳雲的鷹的儲量在全球是有限的 但是好處是全球太陽能電池有三分之二是在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發展這個太陽能電池有它獨特的優勢 其實在製造這些太陽能電池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污染 最後會令到太陽能電池有一個更差的效果 製造的過程有沒有污染 等一下各位可以去我實驗室看看 就是我們除了有排水要冷卻系統的往外排水之外 你看不到任何的污染的東西 不會有污染滾滾的任何東西 問有所指定的方向向? correspondent給我們指明的質疑 如果我能負責的資資產 如果現在有負責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月內的產品 在一半一個月內 我們會負責這些產品 郭先生,非常信心,現在成本低在香港的資金業社會不會接受這件事和使用嗎? 我想是會的,事實上如果大家有炒股或者買股票的話,太陽能在香港有好多家上市公司,當然它們主要是我講的經濟規的太陽能電子公司,或者非經規的太陽能電子公司, 它們都是做得很好,在香港應用不多,在中國大陸的話也是剛剛有推行政策要在國內使用太陽能電子公司, 比如說它有個政策叫做金太陽,它是一次性國家補貼它的成本,補貼它的50%的成本, 所以香港我們需要政府也有這樣的政策,在這個過程裡頭,在太陽能電子的成本能夠跟傳統能源相競爭, 在我們自由競爭之前,政府有一個導向,讓我們的環境更加清潔,讓我們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組織, 政府有一個導向的話,香港很快就可以應用。 想問一下,其實預計這個太陽能,什麼時候可以在香港廣泛使用呢? 還有,如果要做成一個小的產品,被市民帶出街又大概要多久? 我剛才講一年半的時間,如果我今天有大的investment,一年半就有大量的公益, 我剛才講我們在深圳,事實上是做一個小的investment, 那個產品大概一年後能夠出來。 那至於民伍和國道安運用政府的政策是一種很大的貴估, 原來小雕正都講的,實際上還是貴, 這個再貼,現在有八點貨? 沒有,但是如果你想背包上貴一點, 那會也不需要政府給你付給, 因為那個錢呢,相對地講,它沒有進章性。 傳統的,那個發電的方式, 我可能拉根线,拉到你的背包上,我们这个是uniqueness,所以我们也正在开发这种应用产品,就是用所谓的柔性的,flexible的substrate,来做这件事情。 the material used to produce the solar cell,with the same capability to produce electricity, is only about one hundredth of the silicon, so it use much less material that's the major cost if you if you just make a recharger for your material. I think it's for twenty to thirty dollars. 很輕,因為我做的東西就是,它的substrate就這麼厚,然後在上面肚的東西它的厚度比這個還薄,所以我可能封裝的時候有一點點其他的塑料,應該說在你的背包上,你不會感覺到它增加了 它大概就給你的背包,後一點點 What about the durability? How long will it last? If it's on the grass, and we put it on the so-called solar farm, we expect it can last for twenty years. But for consumer products,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conditions, you might destroy it. I think usually you will find it's worth for your twenty thirty dollars. What are the possible conditions that will damage the solar cell? Well, if you use your finger to rub it constantly, or you keep folding, unfolding it, it will damage the solar cell. But you said that it can be flexible, like on the tent. And then you said that it's going to be damaged if you fold it. So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it. I mean, you don't fold it like this, but you can roll it. Okay. Okay. 想問一下,剛才教授也說過,可否流行很似乎政府的政策? 其實你們現在這樣看,政府對這方面,對於太陽能發電的態度是怎樣? 還有它是否有決心去推動? 香港政府有一些推動,在研究界裡頭,在學術界裡頭,我們也知道太陽能電子方面的Funding是在increase。 包括香港科技大學他們有的那種研究所,他們也在積極推動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持的力度應該算是不夠大,所以我們時間上、速度上做得不夠好。 但在大陸的話,這幾年大概力度相對我們在香港來講是更大。 還有好多企業家在尋求這種機會。 所以事實上,我過去一年左右的話,我跟企業之間的談判,大概有幾十個企業在談。 當然就是說,剛才我講的那位朋友問的,要5億左右的投資,好多企業還想等我把40比米乘60比米做出來, 事實上,我的40比米乘60比米的,我現在已經有企業在這裡做。 所以我說我在深圳已經在開始訂那個設備在做。 我認為錢和勞力,如果用足夠錢,有足夠的企業, 要追到這個法定律,你們估計要用幾段時間, 還有它最高利的估計,法定律可以提升的報告。 要追到那個數,我想我們只能補給一個時間, 因為20.3也不是說每家外國公司都做的, 事實上,那叫world record,只有一個academic value,沒有commercial value。 Commercial value的CIGS,solar panel,是只要大於10%的conversion efficiency, 就可以賣起來,都不要到我們說的17%,甚至不要10%,都可以賣起來。 比方,這個amorphous silicon,我們大家可能聽說過, 杜邦、Dupont跟深圳,跟我們的科學員有個合作,他們在深圳是有個場合, 他們做amorphous silicon,它的conversion efficiency是在6%到7%左右, 它都可以賣起來,所以我們這個是比它有更多的優勢。 但如果這種太陽能量,我用了一些例子手袋, 或一些小物異常,會不會容易磨損? 所以我前面是需要考慮保護,所以我要用一個透明的塑料片在外面保護它, 這樣把它縫在一個比較,你不會經常去摺它的地方,它就會好一點。 請問,剛才你講過,這個CIGS,你正在製造這個太陽能發電, 是有10%左右,比較小的,現在做得到。 我相信,剛才你講過的投資金,這個一個應該是1, 你會減掉它,你會減掉它,5%左右,是否在10%左右, 你現在是在發一個,現在是不太大的? 這個unit不一樣, 就從5毛每分減到4毛每分, 我們是講每瓦,發1瓦電, 1瓦電就是,如果我們用10%的conversion efficiency,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10厘米乘以10厘米, 我那個最小的就可以發1瓦電。 所以如果是60乘40的話是24倍大, 是要24乘以剛才說的。 是香港用電腦的產品, 是市場的產品。 在屋中的建築物, 我覺得有很多建築物, 在屋中的建築物, 它是很難的, 我們知道我們都會有這幾個建築物。 有很多樓的樓, 仍然屁股是平均 所以在屁股上的屁股 能夠營造的電池 我做了一個測試 是為了10公斤的工具 這個搶了它已經不動了 這個可以做成一個手機充電器 現在在給它充電 就是在這樣的陰天落光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充電的 一般正常太陽光下面充 6個小時左右 如果太陽光只有我們 3個小時到4個小時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太陽光 這些都是我們的做的 你說這些沒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只不過是我們的 它有三個不同的東西 放在不同的地方 做不同的DEMO 看一下 that way fo 這個就是我們研發的製成品 它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最底层会有一层玻璃 那层玻璃就做一个机底 我们再在上面倒一层 没有Libodium 就作为一个电极 电极我们再倒一层CIGS 这个CIGS是四种元素来的 我们希望将这四种元素的比例 是optimize它 令到它产生光电的主动效能是最好的 然后最后我们会在上面倒一层透明的电极 这层电极是氧化身来的 OK 那我们做到这个步骤 我们电视大概都做好了 这样 向你诚意推荐 iRead iRead是什么 iRead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发成电子书 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 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书一样 甚至即时连上不同社交媒体的频道 连接到作者网站交流心得 实行多媒体互动 你还可以download书内的相片 观赏或者下载随书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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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